台南市天人儿童乐园总面积有24000多平 是本省最大的一个儿童游乐场所 它营业做好的主要原因是内部设备没有更新 动物每年减少,电动玩具又太旧 根据有关单位的调查统计 天人儿童乐园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 现在由债主们分别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查封,近期拍卖 地方人士希望政府有关当局重视这个问题 这把下一辅到,使这个全省最大的儿童正当游乐场所能够继续 古正刚今天上午8点钟 以出席四盟亚盟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 涉团搭机飞往马尼拉 古正刚在台北机场表示 目前国际姑息主义气氛弥漫 而美国尼克森总统又宣布将访问水期 亚盟四盟在这个时候召开 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正刚在马尼拉参加四盟亚盟大会之后 将直接前往中京 继续参加中日合作特定委员会 本公司记者梁清国和摄影记者张敦志 今天上午也跟古正刚疫情 同机飞往马尼拉采访这次会议的消息 另外跟古正刚疫情同机飞往马尼拉的 还有国大代表郭继和建权委员叶石修等 他们是前往马尼拉 出席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 亚洲开发中心第四次总事会议的 我们下期见